近日,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在张家口市宣化区发现恐龙足迹化石群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这处恐龙足迹化石点位于宣化区郭村镇历石村南部4公里的一处山坡上,面积约9100平方米。 经清点测算,现场的恐龙足迹有4300多个。 这些足迹有的近似圆形,有的类似瘦爪形状。 专家通过对痕迹的辨认和分类探查,确定共有恐龙足迹4属4种,并新发现恐龙足迹种属1例。 地质调查人员对现场测定地层年龄显示,恐龙足迹所在岩石层距今已有1.5亿年。 我是一直研究恐龙足迹的,所以来到看到这里有这么大面积,而且这么密集的恐龙足迹化石保存在这里,甚至和很多规划物保存在一起。 这样就感觉很震惊。我们要中国继续研究,可能还能发现一些很多古生物学界以前没认识到的一些新的恐龙的现象。 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邢力达表示,恐龙足迹化石形成条件非常苛刻,是恐龙在湿度、粘度、颗粒度适中的地表行走时,留下的脚印所形成的化石。 这些完好恐龙足迹化石,填补了河北省烟辽和热河两大中生代生物群落之间时间间断的空白区,对于研究两大生物群落的关联性等科学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根据我们的研究分析,这个区域大概在侏罗纪跟白俄纪之交的时候,肯定是一个水草丰美的,植被茂密的一个区域,那么这吸引了很多植食性的恐龙。 植食性恐龙在这里,我们大概发现有三种不同的尺寸区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不可再生的一个重要的科研跟科普的资源。 记者了解到,为更好的保护恐龙足迹化石免遭破坏,按照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要求,当地采取了临时保护措施,用泥土对恐龙足迹化石点进行了覆盖。